在美国这个开车的时候 如果被警方拦下来的时候 你恐怕可能不知道自己到底犯很多错 因为呢在这个美国有很多的新移民 因为不懂法律情况之下 也和这个当地的警方爆发很多 其实不必要的冲突 我们特地制作了一个邓宏说法的单元 邀请到资深刑事律师邓宏 来解答我们的疑难杂症 马上把时间交给王祥林 谢谢主播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知法 守法 距离力争 欢迎大家来到邓宏说法 而当家来在美国生活 事实上常常面对很多事 而大家最担心的事 就是碰到警察 尤其开车的时候被警察拦下来 到底该怎么处理 那我们当然今天要请到 这个知名的刑事律师邓宏 来帮我们解释一下 邓宏师大家都知道 这个警察有时候会把人家拦下来 那警察开车的时候 如果警察到后面闪灯 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停下来 对 有很多时候 我们发现很多民众的话 我离家里面还有两个路口 马上就到了 到时候我先都开到车里 到家里面再说了 或者是有的时候 来的也不是我 以后就是对面来的 关我什么事情 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按照加州 还有全美国的法规就是说 如果是消防车 警车 或者是救护车 这三类车子的话 Emergency vehicle里面的话 它亮灯的话 如果不是针对你来的 你都要停到靠边站 停下来 如果是针对你里面的话 你一定要停下来 有的时候你觉得的话 这个警察没有道理 或者是你自己的 警察都说越南你 你不下来 这种情况下的话 他说这个车子有问题 这种情况下 他可以派其他车子来追 甚至执行飞机来追 这种的话 只要当然的话 加州的定义Evading arrest的话 躲避警察的逮捕的话 定义很简单 所以你不需要开一个路口 只要你南你下来 你还不停车的话 这个就构成Evading arrest Evading arrest的话 可以判六个月的劳刑 六个月 一旦只发现这个灯亮的话 一定要靠边站 不要找别的理由 当然的话 尤其是英文听不懂的情况之下 他有个speaker 他叫你不要这个危险 到你下个路口停的话 你还是这样速度会放慢 这样子的话 让警察感觉到 你并没有任何意图去逃走的 是那您就说这个拦下来了以后 有些警察拦下以后 这个大灯就马上照着你 那甚至有些比较紧张的 这个枪都这个要拿出来的 那这个是合法的吗 那有些民众说 我又没有做错事 那干嘛一下子对我这样子 对很多时候 你要知道他美国第二搜证案里面 保证民众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民众都有 拥有枪械的权利 所以在美国里面 有百分之六十的民众 都可能拥有枪 这种情况之下 警察之前的时候 他第一件事情 他不是要完成任务 而是保存自己的生命安全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他会假定任何一个拦下来的人 都是arm and dangerous 是持枪的危险人物 所以这种情况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 他没有看不清 你守在哪里的时候 他以为你手去拿枪去 所以一定会用大灯照住你 以后一定会叫你不要动 以后慢慢来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一定要知道 美国做警察 不是因为他的胆小 而是因为他们的 training procedure 就是这样子的 因为他们安全至上 那您刚刚讲了说 警察到我说 我是不要动的 可是有时候像我们开车 我们的驾照 会放在口袋里面 那我想去拿 那这个动作 是不是很危险 很危险 尤其是警察里面 他叫你停下来的时候 你不要马上去拿自己的车子证 或者是保险 或者驾照 这种情况下的话 有两种可能性 警察的话 看你手乱动的话 他可能觉得你去拿枪 另外一方面 可能是觉得你的销毁证据 可能拿这毒品的东西 乱弱的东西 这种情况下的话 一定要遵守警察的规定 以后的话 让他知道的话 我不是危险分子 我身上没有枪 所以他叫你去做 或者是警察的说 我的驾照在 那边你帮我去拿 这种情况下 警察的话 会先叫你从车子出来 他看看里面安全了 他可以叫你去 或者是叫警察 本人过去帮你去拿的 所以不要自己轻举望 都能对了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 坊间有人说 有时候这个 我不知道算是以讹传讹 就是说我被拦下来以后 我又没有超速 警察给我开罚单 我既然没错 我就不要签 我不要签以后 我就可以不上法庭 我就可以赢 这是真的吗 这个太大的误会了 这个的话 尤其是很多民众 觉得的话 这个罚单里面 我没有错 并没有签的字 我的律师跟我讲 在美国不能随便签字 一签的字 只能就认错了 其实这个字 你要知道警察给你这个字的话 不是叫你认错 也不叫罚单 真正的official名字 叫notice to appear 给你出庭通知 所以上面的话 他会说 without admitting guilt 在没有认错的情况之下 我同意在哪一天到什么地方 跟警察在庭上对资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不签 这种情况下的话 警察可以逮捕你 这个话叫做妨碍公务 obstruction of justice 所以这种情况下 一定的话 好汉不吃点青亏 因为警察叫你签的话 你这个签是NTA notice to appear的话签 否则的话 你会被带进监狱里面去的 所以尤其是警察 你觉得警察理亏 或者是警察里面的话 是错的 你不要跟警察在路边 来跟他争吵 以后一定要到法院里面去 来跟警察 来在法官面前 第三者的情况之下 来跟在法官面前 来变个是非 是 丁律师 的确就像邓宇斯所说的 在美国 警察的确是执行 公权力的第一线 因此他们当然要掌握 所有的状况 也像邓宇斯所给大家的 金玉良言 好汉不吃眼前亏 知法 守法 才能距离地争 以上是今天的邓宏说法 先把现场 就玩个棚内 给大家看